大家好,我是老B,欢迎来到老B实验室。 这种氢气球我们小时候都玩过, 那么今天我们就在家里面自己制作氢气球。 需要用到的材料有水、氢氧化钠、铝箔纸。 因为氢氧化钠具有强烈的腐蚀性, 所以我们要做好保护。 因为这个实验具有一定的危险性, 所以小朋友轻易不要尝试。 首先我们把氢氧化钠放入水中。 让氢氧化钠充分溶解。 然后我们来制作一个冲气籽。 就是把瓶盖上打一个洞, 然后用热溶胶热溶一段塑料管。 到时我给气球冲气用。 这时候我们要来处理一下细胶纸。 一段细胶纸。 把它剪成细长条, 先用手撕一下。 这样一会儿反应的时候会快一些。 氢氧化钠已经溶解的差不多了, 我们放入一片细胶纸。 测试一下。 细胶纸肺胀。 细胞纸肺胀产生了大量的气泡。 这就是氯氧氧氧化钠发生的化学反应, 产生了氢气。 我们把细胞纸圈都放进去。 开始发生反应,产生大量的气泡。 好,我们拧上瓶盖。 这时候就会有氢气产生。 我们就可以给气球充气。 。 程度的温度继续升高。 我们测试一下温度。 已经到了36度。 比较快苍了。 一点温度继续升幅幅大时首位。 这是更加重。 刚才的实验出现了严重的翻车 主要是因为瓶子太小 发生反应的时候 氢气还有氢氧化纳的溶液 一起从瓶口喷了出来 所以就非常的危险 因为氢氧化纳有非常强的腐蚀性 现在我宣布这一次实验失败 下一次我们将用一个更大的瓶子 来做这个实验 希望能取得成功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的话 请关注点赞收藏评论转发 我是老B 我们下期再见